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讲清讲错》 我们继续与附警总监杨祖致谈 杨祥刚才说到 现在主要附警在现在的职责 就是放在区内巡逻 但近年警民关系有些人形容是差了 可能信任程度没有那么高 不单止在于处理游行方面 可能有时日常的一些工作 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可能市民不信任或者态度没有那么好 附警有没有面对同样的问题 很有趣的 附警有两颗帽子 他也是警察 如果不是警察的时间 他是市民身份 这个桥梁由开始有附警到今天 都是从来没有变过 市民觉得我们差不多是社会里面 和警察里面的认识 沟通一个挺特别的关系 我简单说一句 就是一个同事 日头就在公司上班 他很专业的 我们差不多有百万至二十多百分 在专业的行业里面 都是一个挺领导的地位 他上班之后 其实他专业回到他的时候 他跟家人 甚至跟朋友分享 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分享 他附近方面的认知 以及在警察方面 他帮到他什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帮是在知识上 以及在思想上 以及观察上 很多专业的同事 他们日头的工作 其实他可能的范畴 没有警察看得那么多 那两者之间 是带给他一个新的概念 跟他在社会不同的朋友 和他不同的所谓 接触到的单位 是有一个不同的分享的 我的同事是一个很特别的 他们也很想在社会里面 就是帮人 除了我们的义工地之外 很多时候我的同事 就是在青年的一代里面 是令到他们 是有一个新的思维看法 譬如说 深厚平 甚至无我理解的屯门 我的同事是去帮一些 年轻的朋友 是训练他们做暴躁的 希望他可以理解到 其实你今天可以有一些新的启示 令到你在社会里面 融入容易多一点 足以超多的东西 我们也要做 那变成这个桥梁 由于日头的工作很专业 而做附近的时间 带给整个社会 是一个付出 这个付出不是金钱可以计较 这个价值观 也是今时今日 每一个附近同事 觉得是我的贡献 是令到社会是一个认同性 刚才你说的一件事 就是如果他是穿着一套便服 跟一个朋友去聊天 或者跟一个同事去聊天 他可能可以分享多一点他的看法 但实际上当他穿着一套军服 一套附警制服的时候 其实可能一般市民 未必将他和正规警察分得到 在这些情况之下 是不是面对到一些 可能多了一些不信任的态度 有没有感觉到是差了呢 和以往去比 我想作为附警 训练和正规完全一样 大家的理念 和处理问题的方式 是完全不会有分别 作为军装 对一个附警同事来说 他要表达一套 警察的处理问题的方式 在市民角度来说 可能是某程度上 他会更加强 因为他有个专业 简单说一句 我一个同事 在医院族 一个都相当高的护士人员 他在处理犯人 去到医院的情况之下 由于他熟悉这方面的东西 变成了很多时候 更加帮得到过程之中 令到社会的人士 甚至没有一个 不要说是受害者 甚至没有一个是 患者 他更加信任 你这个专业 某程度上 这个同事可以知道 做了这么多事情 可以帮得到我 我经常都说 在你和程春内 作为警察 走多一步的时候 令到市民更加容易接受我们 会辛苦的 因为每多事情做多作 但我觉得 今天既然是 很有兴趣去做服务工作 在我们的工作时数 和工作的范畴里面 没有影响之下 我觉得绝对应该是这样做的 附警专业就是明白的 因为他可能另外一份工作 可能都是一些专业人士来的 但现在一个问题就是 可能坊间有一些市民 可能他只是看到你 穿着一套制服 警察的制服 他已经不理你 是不是专业了 即他不会理你 第一次已经觉得 我不喜欢你 你来帮我忙 我也不喜欢 可能有些这样的情况 譬如说 你听说前线的附警 有没有面对过这些情况 是否越来越多 其实相反来说 我已经接触到的 无论是帮市民 甚至是我们的同事 很多时候都做到 一些很合法的拘捕 在当值的时间 我没有听到他们说 市民对他们很有反感 赞的反而会更多 最近有两个案例 在南桂坊 我看到一些同事 除了做之外 他更加是 很有心去解释 给对方听 甚至一个喝醉酒 他听不听到一件事 但是他会知道 其实我也在帮你 作为警察 今天不仅是他拘捕人 其实今天 如果犯错了 都要更加他们 都会令到他们知道 我们在工作上 在帮社会维持一个法计 第二件事 保护其他人的生命财产 这个大前提 我相信 没有人可以有一个反对的声音 但是譬如有没有听过 前线同事 现在看到坊间 可能有些 未必是直接 他们可能有些好彩 未必直接遇到一些冲突 或者遇到一些不信任的情况 但可能他们去看一些报道 或者网上的社交媒体 去看一些留言 可能很多都是骂一些警察 甚至可能他都不知道 你父警的警察 所以什么都骂得通 既然你说父警 即是有两重的身份 第一没有就是一个主义人士 第一没有就是父警 他们可能更加明白当中的矛盾位 他看到一些负面的批评 他们会不会不开心 你有没有问过他们 有没有打击 负面批评 全社会都有 无论如何做 或者是不同的角度 应该这么说 他或者是有不同的看法时间 批评 我觉得今天作为一个公布 正规也是 附近也是 我们应该接触不同的声音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 中国人的一句话 有則改之 无則加冕 分享 看究竟问题在哪里 我们应该有的忍略 一定会有 我们应该有的理解 一定会有 但是我们在执行的时间 我们的坚定性 一定是不会放松 这个坚定是因为 我们不只是 与这位人士 我们与整个香港社会 其他人 我们都要固入其他人的利益 以及应该有那个权责 这方面的时间 我们的宗旨不会变 所有的对麻式 其实对一个公布来说 我觉得今天 我们应该是 用一个包容的态度去处理 不是骂你 其实它是有自己 发誓的一个渠道 在一般你们附近训练里面 针对现在这些情况 有没有说 在这方面 会加强多一点的培训 其实这么多年来 在那个人运控制 甚至在区训练里面 你知道每一年 我们有七天的 连续的训练 这个持续训练 最主要是给了两个部分 第一件事就是 我们其实的指令 甚至法律有没有更改 令同事可以充实到 今天应该是怎么处理问题 第二件事就是 更加是社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怎样令到同事理解 今天用什么方法去处理 我们这份训练是 有些无疑的 还有有些实际的情况之下 令到它理解 求当时如果有挑衅性 或者是有时候有些 语言上的 令到你反感的事情 你应该用什么态度去处理 我们用整天都是那句说话 坚定不移 维护法纪 你知道法律给你什么权利 你就应该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那这个框架之下 你不会做错事 但是在训练上 你说少些可能是 针对警民关系 有些负面批评 那些培训少了 但是譬如说一些游行的活动 可能如果预先通知了你 你都要帮忙 而现在游行很多时 都有些是突发性 可能有些突然间变得很快 例如好像是 之前年初一那些事件 譬如在附警方面的训练 这方面有没有加强到 或者有没有 因应着这个形势再去改变 我们在每一个事件 甚至每一年 每一个月 每一个期间 每一个区分 都有特别的训练指引 简单说一句 不要说到很远 譬如说 这个区 特别是多聚走路的 这样才算 我们这个训练营里面 很针对性 就是说 其实如果遇到聚走路的时间 你应该怎么处理 你应该去退 通知 先保护自己 诸如此类 譬如说 人们突然间有些挑衅性 或者冲突性 我们的指引很清楚 他应该是 怎样去保护自己 你保护不了自己 就保护不了人 去到什么情况 当时的同事应该 怎样联系性 等政规来做支援 我们有一套很清晰的指引 在这里 有没有转过呢 近几年 其实是一样的 基本上是 我经常都说 警察一定是先保护自己 如果保护不了自己 怎样保护人 是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多谢杨先生来和我们讲清讲座 下次再见